我现在来到了这家restaurant这里 因为有个二手群 它是它放那里卖了 就是有鸡筋啊 吸管啊 还有餐具啊 卖 可能做不下去了吧 现在这个疫情时候 我看到这个centre也是没什么 也就是新的 可能做不起来吧 没什么生意 然后呢 这里好像有一个检测点 我现在才看到 马上回到车里戴上口罩 然后呢 他餐馆可能要倒闭 就是拿东西出来卖 我就跟他买了一箱 一箱鸡筋 还有这是另外一个朋友要的鸡筋 这里 一大包 餐馆用的餐巾 一块钱一包 买一箱 还便宜一块钱 然后买了点吸管 自己家里用 就帮他买一点 看这个商场是没什么人 我记得这个商场好像去年底的时候才开张的 正好遇上了这个疫情 没办法了 生意难做 这应该是一个检测点 因为他那里是一个药房 然后呢那里坐这两个工作人员 那两个工作人员就是没有戴口罩 也没有人去检测 也没有人去检测 你只能转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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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谢谢 它真的是一个检测点 还不用预约 直接来就可以了 我还不知道 这里离我家很近 五分钟 我都不知道这里有一个检测点 再问一个问题 是免费吗 免费吗 150人 我们给你们 150人 122人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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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要150块钱 然后他会给张单给你去 你的健康保险那里报销 我不知道外面的 外面的 其他地方的免费检测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也是自己掏钱之后才去 才去健康保险那里报销 还是直接不用付钱 好吧 现在回去 我觉得那家餐馆 就是 他开在那家餐馆对面 真的 对那家餐馆来说就不好 那里也没人 两个工作人员就在那里 晒太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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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